过敏性子电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的炎症 它一般会有一些偶尔来的过敏的因素 感染的因素 所以包括一些机身虫 还有一些刺激因素导致的小血管出现的炎症 主要表现在是一个皮下的一个小的出现 出血点 不太严重的时候可能表现在手摸上去 它是没有突出的 如果严重的话 它也会有些突出皮肤的一些表现 现在医学认为它的过敏性子电 它有好多的诱发因素 主要跟机身虫感染 还有饮食和接触的过敏源有关 进入人体之后的话 这些过敏因素会诱发人体内有一个叫三型变态反应 那么出现了抗原和抗体的一个符合物 它会沉积在这些小血管的表面 然后刺激小血管发生了周围 血管周围的一些炎症 继而使血管的通透性 它会沉积在设计上的热革 冷革静 它的吸血管内有关 就是本来在腹地上 它们还要刺激地上 那么多哇 有关停地上